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今天为大家解说竞技的巨人漫画版最终季 上期说到大伙要去阻止艾伦的地名 雅妮被通知已经没办法拯救她的故乡雷贝里欧 雅妮替后像泄了气的皮球 也没有战斗的理由了 一切都在朝艾伦期望的未来前去 早前艾伦假装赞同吉克的安乐死提议 私下将地名的计划告诉弗洛克 女王愿意接受宪兵团的要求吃掉吉克 但是艾伦拒绝牺牲女王 艾伦决定消灭所有岛外的人 唯一能够完全终结憎恨带来的连锁包覆的方法 就是让这段历史连同文明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艾伦在吉克口中确定了阿卡曼一族没有所谓的宿主情节 那么三丽可以为艾伦豁出性命 只有一个原因 她喜欢艾伦 艾伦明白自己最多只剩下四年命了 她不能回应三丽的爱 女王唯一能够想到的缓兵之计就是生小孩 艾伦只希望所有她在乎的人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 来到现在 世界联合舰队已经集结在这里 要是连这只奇迹般的舰队都无法阻止地名 那么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成千上万的巨人涌着冲来 人类刀炮有如背水车星 庞大的巨人有如无血无泪的死神 将军舰掀翻 不需要多久已经登岸 掌握十足之力的艾伦就在后面 跟山一样巨大 人类的眼睛里只剩下恐惧 另一边的拉姆吉还在场地偷来的钱 虽然右手已经被砍断了 如今她只希望攒够钱 带着大家搬去更好的地方 突然发现街上的人在逃跑 地面开始震动 画面来到艾伦第一次抵达马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艾伦已经非常阴沉 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未来这些人 事物会被自己毁灭 艾伦就像这个叫拉姆吉的男孩 想想自己多么虚伪 自己未来将会杀了他 艾伦止不住的哭泣 画面来到现在 拉姆吉和朋友捡起逃跑时跌落的钱 抬头巨人已经近在直指 最后双双惨死在巨人的脚下 被践踏的马来有如人间地狱 另一边在前往奥迪欧的路上 艾尔敏向雅妮小小的告了白 雅妮小脸一红 但是现在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船只终于抵达奥迪哈 接下来就交给雅兹马比特的技师 检救飞机 而他们日出国的安全就拜托 寒击他们了 雅妮不想上飞机 马来已经被灭了一半 她也失去了见父亲的梦想 最后只想活得安稳一点 伊雷娜说出艾伦可能攻击的下一个目的地 苏拉塔基地 皮克拜托清美女士照顾甲壁和法尔克 众人准备出发 没想到这时闯入了不速之客弗洛克 上来就是一顿扫射 萨利迅速反应给弗洛克来上知名一发 蓝料罐被弗洛克穿了几里洞 经过技师检查需要一个小时时间修理 糟糕的是地名已经来了 艾尔敏现在能够想到的唯一方法 就是自己前去拖延时间 寒急拒绝再消耗他们的巨人之力 决定自己上 临走前委任艾尔敏为第15代调查兵团团长 最后还不忘提醒 利维尔现在是艾尔敏的部下了 尽情使唤他吧 技师努力修复 寒急也奋力应战 接着飞机终于成功使出 寒急也到了极限 倒在地上的寒急 正边聚集了艾尔文等昔日战友 飞机上艾尔敏讨论战略 现在还不知道艾伦本体的位置 最好的方法大概是利用艾尔敏的巨人之力 将艾伦炸飞 但是在那之前艾尔敏希望能够先尝试与艾伦沟通 利维尔提议既然极客是媒介 说不定把极客杀了就可以阻止地名 飞机上的大家双手都脏了 谁也没资格赎了谁 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 突然莱纳在想 艾伦会不会希望他们前去阻止 艾尔敏也说出自己的疑惑 既然艾伦现在可以影响所有巨人和艾尔敏亚人 却当任他们使用巨人之力 就像在试探他们会怎么做一样 突然他们来到道路汇集的地方 大家尽力劝阻艾伦 地名已经足够了 艾伦回答他会继续前进 他不会把帕达底岛的未来交给所谓的运气 为了获得自由 他将夺走世界的自由 但是他不会夺走伙伴们的任何东西 他们是自由的 不需要试图与他谈判 想要阻止他的方法就是杀死他 这时法尔克说自己看到了极客的记忆 由于他是喝了极客的脊椎液变成巨人的 所以好像有受吃巨人的特征 他看到一个在云层上方的飞行记忆 感觉自己也办得到 也就是说过去有长着羽毛的受吃巨人 所以法尔克的巨人才会长得像什么鸟一样 就这样法尔克和甲壁决定出发 另外以亚尼父亲为首的艾尔迪亚人 挟持马来司机开车到斯拉托阿要塞 据说这里有飞行船 但是还没抵达就看到飞行船朝巨人的方向开去 世界各地的地名持续肆虐 要塞的马来队长发出最后的肺腑之言 他们利用憎恨来持续孕育憎恨 把一切的罪推给恶魔之道 最终孕育了终极怪物 他发誓如果还有明天 他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飞行船的士兵开始投放炸药 十足巨人骨架里有一个兽类 以牙还牙 吉克的受制巨人也反攻 飞行船坠落全灭 亚尼的父亲和莱娜的母亲只能庆幸 孩子们大概待在帕拉底岛 至少能够躲过一劫 这时艾尔迪他们的飞行艇驶来 吉克顾忌重施 向他们投石 不过暴露了位置 省下寻找他的时间 众人愉悦而下 目标吉克 莱娜与皮克巨人化 地上的人们 这才意识到他们是来阻止地名的 不过那只是受巨人的空骨架 实体藏在了某个地方 艾尔迪决定巨人化 将这一带吹飞 可能能够找到艾伦和吉克的本体 也许艾伦会死 也许会波及伙伴们 但是什么都无法割弃之人 什么都无法改变 突然艾尔迪被舌头卷走 眼前出现惊人的一幕 巨人叙事呆发 交代后 发现他们并不是无意识的无垢巨人 皮克惊讶地发现 他们是历代九大巨人 应该是艾伦使用始祖之力 将他们无限次复活 这是一支为了战斗而生的巨人军团 皮克吊着炸药围绕始祖巨人脊椎 正要引爆时 被历代战锤巨人从背后猛插 开关摔飞了 这时大伙也开始被历代巨人攻击 立威的指挥离开这里寻找艾尔迷 大伙根本不是对手 莱娜差点被吃掉 好在让及时救出莱娜实体 康尼也已经奄奄一息 又来了一支巨人 让不愿意放掉莱娜的手 立威尔为了救康尼自己被中击 情势完全绝望 大伙根本没有胜算 这时救星法尔克飞来将大家救走 雅尼说自己被迫跟过来 但是能够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 目前艾尔明在围骨 皮克在头骨 现在需要兵分两路 三立也必须面对想要阻止地名 唯有杀死艾伦的事实 甲别当初用步枪击中艾伦头部 有貌似回发光的武功 从艾伦脊椎跳出来 那大概就是始祖巨人真正的源头 底下艾尔迪亚人想寻求马来士兵救助伤员 马来士兵举枪相向 双方互不信任 气氛剑拔弩张 天上的勇士又飞过去战斗 莱娜负责吸引战锤巨人注意 让负责去拉下开关 皮克见救兵来了 离开实体又再次巨人化 不过就算有两人还是太勉强了 敌人人数众多 幸好皮克也不是省油的灯 靠着巨人的持久力 可以无数此巨人化 叫让无后顾之忧去引爆炸药 另一边的小组 找到吃掉艾尔迪那项猪的巨人 一跃而下 狡猾的猪巨人往同步方向跑去 雅妮手一甩 让使用立体装置的三粒最上 其他巨人纷纷掩护猪巨人 三粒也难以下手 这时的猪巨人已经跑到贝特的方向 战友命在旦夕 艾尔迪一切都看在眼里 悔恨什么都没干的自己就是个窝囊费 突然艾尔迪感觉到杀 这说明自己还没死 这里是道路 同时也是现实 他分析自己已经被吃掉 却能够知晓所有人的动向 原因是他在连接所有艾尔迪亚人的道路 艾尔迪拼命思考自己能够做什么 突然看到了极客 这里是十足游米尔没有死亡的世界 游米尔已经拥有最强大的力量 却还是持续服从福利之王 极客也无法理解 不过艾伦貌似能够理解 所以游米尔选择与艾伦连接 极客眼神已经失去了生气 反正人类生存的目的只是为了繁衍 在哪里都无所谓 艾尔迪不想放弃 曾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艾尔迪感觉自己就是为了三个人一起赛跑才会出生的 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平凡 而没有意义的美好时刻 目前大家都到极限了 突然发生了奇迹 曾经的巨人战友贝特 加利亚德 游米尔等人 反过来协助他们 这时加币使用步枪成功打伤猪巨人的眼睛 三粒趁机切开猪嘴巴 救助艾尔迪 极客主动交换利威尔 原来是极客和艾尔迪在没有生死的通道世界 把沉睡的大家唤醒 极客这时才发现天气真好 要是能早点这么想就好了 下一秒就被利威尔断头 地鸣瞬间停止了 让抓紧机会按下开关 刹断艾伦的头 果然出现了像无共的不明生物 莱纳连忙阻止他再度连接艾伦头部 接着艾尔迪拒人化 把整个骨架轰掉 骨架在消失着 法尔可带着大家安全着陆 看到家人都感动不已 艾尔迪从大窟窿爬出来 莱纳也没事 不过那条难缠的蜈蜈还是没死 众人心里明白 要终结这件事唯有杀了艾伦 在这里 马来人与艾尔迪亚人也终于停止战斗 突然蜈蜈传来臭烟味 恐怕是要进行之前 即刻在康里家乡做过的事情 利威尔果断叫三粒和匹克乘上法尔克离开 大概只有阿卡曼和拥有巨人之力的人能够逃过一劫 就这样这里的艾尔迪亚人通通巨人化 艾尔迪不能再放任艾伦制造地狱了 两大巨人开战 三粒头疼到神志不清 忽然来到只有艾伦的地方 一切岁月静好 三粒突然止不住的哭泣 这里是当两人抛弃一切逃走的另一个结果 三粒的选择 此刻岛内必定已经遭遇大屠杀 艾伦希望四年后自己死了 三粒能够把围巾丢掉 忘了他好好活下去 三粒突然清醒 要他丢弃围巾 他可办不到 三粒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 砍下艾伦透露的瞬间 艾伦是微笑的 艾伦向艾尔迪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他们塑造成英雄 身为岛上的恶魔却观测人道讨伐艾伦 甚至被弃帕拉底岛 应该会被世人割颂为人类的恩人 地名已经造成世界八成人类的死亡 敌人根本无法发动战争了 经历了两千年 始终束缚着十足优弥尔的事 他深爱着福利之王 他一直等待救赎 而这个人并不是艾伦 而是三粒 艾伦也只是向三粒的选择不断前进 母亲的死也是艾伦无可奈何的选择 艾伦希望三粒能够幸福 他也不甘心陪一半他的人不是自己 但是世人是不会原谅他的 而这些回忆得在艾伦死后 艾尔迪才会想起 回到现在 艾尔迪想起了所有事 三粒抱着艾伦的头颅出现 三粒同样也恢复了与艾伦的记忆 三粒选择的结果 就是让巨人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其他人也一样恢复了与艾伦的记忆 艾尼的父亲向队长解释 已经没有巨人之力了 马来人似乎不信任 艾尔迪当起责任解决这些矛盾 三年后 岛内的耶格派担心大海对岸的人 会展开报复 而成立军队 也许艾伦说的是对的 除非艾尔迪亚人或是非艾尔迪亚人消失 否则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艾尔迪一行人 现在是担任和平交涉的联合国大使 眼下快要抵达帕拉底岛 皮克说 在这里存知被继承大概也不会惊讶 因为他们杀了人民英雄艾伦 现在他们也只能够相信西斯特利亚女王 相信也许大家想知道他们的故事 三粒一如既往的挂着艾伦送了围巾 思念着艾伦 那么竞技的巨人漫画版完结篇就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